同学们,我们今天接下去上这个Electron Configuration 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这一个部分 就是Electron Configuration of Iron 那我们讲了这个Octate U跟Dublet U 这个是在我们以后学到这个Element的Atom 当它要形成Compound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指标 就是说Sodium跟Chlorine 它要形成Sodium Chloride 这样这个Sodium Chloride要怎样形成出来才会稳定呢 这样我们的Sodium变成Ion Chlorine变成Ion,对不对 Sodium变成Sodium Ion的话 它就要给一个电子变成这个Neon Gas的Octate Configuration 那我们的Chlorine的话 它最靠近它的就是Argon 所以它会使一个电子过来 因为它还采一个电子就Octate 所以它就会使一个电子过来 像这个Argon的Electron Configuration 所以这些元素呢都会遵照它 就是我上一个的video有讲到说 当它是一粒两粒三粒的时候 外层电子它就会飞掉 那如果它的外层电子是五粒六粒七粒的话 它就会选择吸一个电子过来 或者是吸两个吸三个变成Octate 然后这个Octate的话呢是看它附近是最靠近它的是哪一个吸油气体 就是我们的Noble Gas 然后它就会变成它附近的那个Noble Gas的这个排布 OK这个是我们第十面的内容啊 那同学这个呢就是我要重复讲的就是我们学的那二十三个里面有三个这个Noble Gas的 一个是Helium这个是我们的Neon另外一个是我们的Argon 所以如果我们讲Litium啊Berylium啊这一型或是Hydrogen Hydrogen通常它会形成非金属的这一些化合物 这个的话呢我们过后在Centable网上讲 那如果它跟金属形成这个化合物的话 它通常是会吸一个电子过来 那它的电子排布就会跟Helium一样 那Litium也是会丢一个变成Helium 那我看到有些同学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看到 这个笔记上已经填上去了 就是他们自己在做 OK这一边呢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一part 就是我们第十面的 这个Example呢就是针对刚才的那一根Rules来讲的 OK那如果我们的这个Litium的话呢 它是原本是三个的嘛 OK三个 所以它的排布原本是这样 还有一个是这个 那我不记得这边有没有 1s跟2s如果没有的话同学自己点上去 因为给我cut到看不见了 所以这个是1s这个是2s 那它最靠近它的是Helium 所以它要变成Compound的时候 它外层电子一粒嘛 这边1s2已经买完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层的一粒而已 所以它就必须要放掉一个电子 变成这个Helium的排布 就变成1s2 OK所以这个它的 Litium Iron的 Electron Configuration的写法是1s2 OK那我们的 这个Oxygen的原本的话它就是8粒 8粒的话第一层就满 然后第二层呢2s也是满 第三层 啊不是对不起这个是第二层的P Orbiter 就填 填满了三个 然后填下来 所以这边就是8个 那8个的话呢这是第一层嘛 第一层满了 第二层的话就有外层电子6个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误区 当如果题目问的话 同学们请问这个Oxygen最外层 电子是多少个 很多同学会打4个给我 因为他只是看这个P Orbiter罢了 他忘记了 2s也是属于第二层的 所以Oxygen最外面那一层是在第二层 它的电子 外层电子是6粒 OK那它变成Optic的话 它不可能丢6粒的嘛 所以最靠近的方式就是吸两个回来 所以这个它就会靠近它的这个锐有气体是Neon 所以它就会吸两个回来过后 变成跟Neon一样的这个电子排布 这个就是它变成离子过后的排布了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是离子 氧离子的排布 1s2 2s2 2p6 所以它的排布是跟Neon一样的 OK 好 那这一个呢 The rules above does not apply well to transition element 同学 这个答案在这里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上到这边 同学问我这个是什么答案 OK 我们是 这个Rules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transition element过渡元素 是有超过一个化合家的 OK 好像铜有2架有1架 铁有2架有3架 那它就可能不是遵循这个Rules了 OK 它是比较complicated的 OK 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PrioticTable再一次放给你看 它的排列是这样 OK 这个怎样排的 我们在PrioticTable会再教你们 所以那20个的元素呢 是在这边 第1 第2 第3 第4 第5 第6 到我们的18的这里 是920 OK 这个东西我们过后会教你说 它的外层电子的数量 会影响它在PrioticTable里面的排列 OK 这一边呢 是我讲完了上半段过后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讲过了 Atomic Numbers 这个是等于Number of Electrons in the Neutral Atom的 Condition Each Orbital can hold 2 electrons 这个是根据Poly Exclusive Principle 一个 Orbital只可以放两个电子 And then the 2 electrons are designated as having one spin up and one spin down 那如果一个 Orbital里面 一个格里面啊 我们如果放两个电子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 spin up 一个是 spin down的 OK 那这个的话呢 Orbital就是我们的 如果是总体来讲 它就是变成一个Electron Cloud 那Lower Energy Electron 通常我们是Closer to Nucleus 我们Fill in这个Electron的时候 是从Lowest Energy填起 所以最低能量的阶级 就是靠近原子核的 Ulterelectrons 我们叫做Valance Electron 通常这个Valance Electron呢 是用来做起反应的 所以它是Most Reactive 如果它Valance Electron是满Octet 或Dublet的话呢 它就是非常不Active 那个叫做Normal Gas OK 这一边也是一个复习 就是说如果它是从P Orbital开始 E Orbital 或是F Orbital 我们都会先填完Spin Up先的 才倒回来Spin Down 绝对不会这个样子 OK 然后如果是在同样一个 Orbital里面 刚刚有讲过 它一定是一个Spin Up 一个Spin Down 绝对不会是两个Spin Up 或者是两个Spin Down 又或者是它在填 呃就是说它在占据这一个单独空间的时候 它先Spin Up的 不会又先Spin Up 然后过一个Spin Down 然后又再Spin Up 不会这样子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最外层电子 那天讲过了的 这个呢 你要看它最外层是属于哪一层 然后你去算它有九个电子 OK 所以记得 当你有2S2P的时候 不要只看2P 很多同学会有误差在这一边 所以一定要看完全部的这个2的这个字母 那不是字母 这个号码 那如果它是3的话 你就要看完整个3的 它是3S3P 或者是3D 整个第三层有几多个 千万不要看错了 只是看这个P 或者是D罢了啊 这个是我们Noble Gas Element的排布 你会发现到只有Helium是Dublet的咯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因为那个D跟S的因素 所以比如说这个第二 这个Neon还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到2P6 然后到我们第三层的时候 我们到3P6就先Stop 我们先进4S嘛 所以这一边还是Dublet的 8D电子 然后Crypton也是跟这边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会先进S 然后才倒回来进这一个4D 先进5S才会进回来4D 所以它外层电子全部是Blet的 OK 这个是一些 画的方式的示意图 就可以不用管它 这个是属于Nucleus里面的原子和 我们的Nucleus Charge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电子的数量 OK 这是Lithium 这是Berylium 这样子画 这是中国的书啦 我们很少会这样子画的 OK 这个呢 是第10面的Objective来的 OK 下一面会给你们看它的这个答案 这边回去试试看 就是在有6题 还有一个我要跟你们讲的 可是它的叶数我在给你们的时候不见了 你们自己写上去在右下角的时候不见了 OK 那做到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问我 那目前为止有同学问我的是这个Energy Level 这个Energy Level你可以不用管它 它这里是问你N等于3 就是第三层的时候 它的Optive的数量是多少 这个Energy Level呢 它其实是跟你讲第一层它是最低的嘛 然后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它是以此类腿 这个东西就不用管它的 它只是主要目的是问你第三层 Optive的数量是几多 还有这个呢也是有同学问我 这个其实是小2来的哈 我没有把它Super Crypto 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小2 然后这个Sub Orbital 其实它就是等于Orbitals来的 OK 就好像我们的Atomic 里面有分Bruton,Electron跟Neutron 这些我们叫做Sub Atomic Particle 所以这个呢 L小我们的Sub Orbital的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它的小格子 就是我们的Optial来的 所以它加了一个Sub字 你不要理它 它是等于Optial的意思 那其他的话你们就试试看 这一个呢是答案 OK 如果你们做不到的话 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是可以跟同学讨论 或者是可以问我 OK 可以Text我 已经有同学问我了 如果你们不明白要我解释的话 可以就WeChat我或者是WhatsApp我啦 这个我们学过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想要讲一下 跟我们Atomic Structure有关的 Periodic Property 这些是我们要讲的一些东西 今天我应该会先讲到Atomic Ready 然后Ionization Energy这些呢 我会过后下一个Video再跟你们讲 因为会是新的一个 要讲你们怎么样看 这个Ionization Energy跟Atomic Structure的一些关系 OK 我们在这个 Periodic Table里面 我们会看到这两样东西 相信在桌中有介绍过 一个是Groups Groups的话就是你们的组 OK 组的话就是Column的 就是上到下这样子 这样子啦 我们叫上下一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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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Principal Quantum Number increases Orbiter located further from nucleus 这一个Column的话呢 我们所探讨的课题是 我们这个电子层跟这个Nucleus之间的距离 OK 那我们这一边就会看到它的Principal Quantum Number的增加 那这个Rose的话就是我们的Period 我们叫周期 周期的话呢 我们就是探讨的是Positive Nuclear Charge Increases 这一边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核力的电核增加 这样子的话呢 它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原子核 对我们的Valance Electron的吸引力 OK 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子跟质子是互相吸引的 那我们其实电子的质量是非常小 那其实它的Negative Charge它的作用力 它虽然是跟我们的质子的增电核相吸 可是我们从质子那边发出来的 这一个Positive Charge是非常的强大的 它增加益力等于是增加10%的益力 可是如果我们的电子的话呢 它增加益力的话 那它其实它的 就其实它跟它的质量很小 它增加一个的话其实作用不大 我们虽然是Charge跟Charge可以Forbit 就是它可以Cancel out掉 你这不相信吗 但是如果质子的话呢 因为它比它很大 它比Electron很大 大很多 那所以呢它增加一个Charge的话呢 它的引力来讲 OK 就会增加 我是给个比如它会增加10% 但是如果我们的Electron增加益力的话 它可能增加0.1%罢了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比例 OK 我只是打个比如 OK 所以在这个周期的话就是从左到右的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讲的是它的Nucle charge的这个Effective OK 所以这一边就是我们的Column 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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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去看为你们的Electron Configuration 这个是Ese 对吗 这个是Ese Ese 这个是Ese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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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se 然后这个是N of 4se 看到吗 它的Quantum number会增加 所以它的这个层次越来越下的话就越来越大 所以呢 这一边是讲它的Electron Atomic的这个Diameter呢就越来越大 那从左到右的话 它的 它的这个Potum number增加 看到吗 34567890 这样子代表它的Nucle charge就会增加 那它的这个Atom呢就会越来越小 因为引力 每增加一个质值 它的引力就增加10% 这个是个比喻啦 所以它就会把外层电子系的紧紧的 所以越往右移的话 同一层的话 它的Size就会越小 OK 下一个Video的时候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OK 这个就是 这样子的比喻 OK 这个是Row 上面那个是 Group